今天的依资国股推介是金山云3896 经济日报投资业话组减选原因是 欧美银行危机持续发酵 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减弱 新经济股在大市回稳之后 可望提高一线 AI应用进展加快 将会加强算力算法数据优化 大幅推动系统运作云计算 数据处理或主存等相关需求 股份可以关注AI后台股 负责对AI企业技术相关支援 例如金山云 金山云是中国第四大云服务商 2021年市场份额3.1% 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IaaS 即基础设施的服务 其次是来自PaaS 即平台的服务 以及SaaS应用的软件 马内对云服务市场增长快 但同时云服务商竞争激烈 金山云就说 近年来云服务商逐渐退出价格竞争 以及降低价格的趋势 云服务商在2022年 已经开始将业务重心 从扩大收入争取市场份额 转向提高盈利能力 预计未来五年价格竞争会逐步缓解 策略上 金山云近期成交增加 五十日升3.5% 报2.67% 考虑到股价波幅大 可以在两个本左右小柱买入 首站先上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